听一下邱华当初又是怎么感受的 邱华好 文川 我又回来了 是 我刚刚听着杉杉带分享的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讲 那个时候邱华的感受会是怎么样的 其实听回去 我姐姐讲这二三十年来的故事 真的是原来一眨眼就过了整三十年了 好坏啊 真的是 是 所以邱华是UTM 那个时候UTM的工程师毕业 对 我是UTM毕业 在UTM毕业就是八年 在UTM毕业 那时候其实听起杉杉刚才讲到 那时候他跟我读大学的故事 真的是很感慨 因为真的 小时候家里环境就比较普通 我是比较幸运的那一位 就FORM 5一毕业的时候就直接可以进入工艺大学 所以我已经跳过了那个Foundation也跳过了 很多人都很怕的这个FORM 6 这个叫支U生 这个叫支U生 来自小地方了 我们有直通车 所以就那个时候其实坦白讲 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1993年的时候 当拿到大学录取信的那一天 我妈妈反正没有开心 不是很开心 没有笑 反正我妈妈哭了 是因为那个时候就刚才有 珊珊有提到 我妈妈那时候有生病嘛 对不对 我FORM 5毕业 我FORM 5毕业 甚至我FORM 5毕业的时候 我还跑去新加坡 小小的一个跳飞机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第一份这样出国去 做毛了 那个年代 然后那时候的薪水就赚到了 我家里的第一个洗衣机 为什么会想到要买洗衣机 是因为在我FORM 5毕业的时候 我妈妈生病的时候 在家里就是我一个人 家里的衣服都是我洗的 那时候就是 一定我洗 因为我妈妈生病嘛 对不对 所以然后珊珊又在新加坡做工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第一份出来 我还记得是一个半月的时间 在新加坡赚了一点点钱 就买了一个洗衣机 那么 那为什么是做一个半月呢 是因为有一天的一个紧急电话 说妈妈突然又不舒服了 那么我就93年 就年头 就那时候 其实是原本打算做到 SPM的成绩出来的 OK 但是买不到我就回来 回来那时候 我妈妈93年就很不舒服 OK 然后呢 SPM成绩放榜过后 这么巧 我又拿到了工大的录取信 所以我妈妈就 哭了 因为那时候的家里 状况不是很好 三三的除夕 三三除夕花完了 都是花在妈妈的医药费 那么家里真的是 大家都知道要去读书 是要先还钱 要去还学费先的才可以去报到 真的 真的 我报到了我才去找钱 不可以了 还钱了才去报到 所以那时候真的 妈妈就很担心 因为如果没有还学费 学费不多 那时候1300多块 是 然后呢 就我爸爸 那时候我爸爸就去借钱 我爸爸是去借钱 给我去读大学的 先借第一笔 先借第一笔 让我去报到先 然后呢 这个时候的本地大学生比较好了 有PTPTM 对不对 我们那个 没有啦 那么呢 我就刚好我 古楼我真的是 我来自瓜拉古楼 所以呢 我真的是很幸运 我瓜拉古楼有一个这个 德教会 德教会呢 就以前 以前他们有一个教育基金 所以我就去申请教育基金 来 就是说 来颁补 这个我的学费 那么后来再去拿州政府 所以 那个时候呢 还是不够 真的上海不够 所以我的大学的生活费呢 都是三三cover的 都是三三cover 所以我还听到 有一件事情 如果听过三三的故事 因为那时候 他也没想到 我们的生活费这样多 所以然后他又来问我 瓜在哪里 真的是 哪一张纸 一件一件 把花掉的钱 先给珊珊看 不过真的很感激 这个姐姐 因为 就 从她 从她去 这个 新加坡做工 她总共在新加坡 前前后后 五年工作 OK 新加坡 她到我三年 我在大学五年 总共八年 她在前后在新加坡 工作了八年 甚至我妈妈最辛苦的那段时间 她是一天打两份工 所以我是非常的感恩 我有这么一个伟大的姐姐 是因为姐姐的付出 牺牲 真的是 很感动 对对对对 真的是很大 很大 很伟大 很伟大 她为这个家付出得太多了 所以舒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开始接触到这一个平台的 那个时候 大学 是 大学毕业之后 是 这个故事也是 也是一个很碰巧 那 我跟大家分享说 是一个缘分 我说是一个缘分 让我遇到爱坛 后来呢 过了几年 我就改变说法 我说不是缘分 我说是命中肯定 是 因为我98年的那一年 我毕业嘛 那珊珊就讲说 哎呀 他辛苦了 8年嘛对对 他就把那个责任丢给我了 他说应该轮到你了 那我也怕了 我还有一个弟弟 又要进大学了 因为我弟弟刚好5岁 我一毕业他就来了 是 那么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很碰巧的 ok 我一毕业的时候 桑桑说要去我那边住 因为他来到星山 所以呢我们要去买家司 真的要去买家司 要去买家司 ok 然后呢 那个时候呢 我一毕业的时候 我跟一般的大学生一样 那时候真的是跟一般大学生一样 我们是住在那个 student house 然后呢 我们就写很多这个 这个resume application job application letter 去找工作 是 这样呢 我就跟一般的大学生一样 就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是在 Philip Optical Storage 就是PoS Philip Optical Storage 这个就是我做工程师的模样 有没有看到这辆 我们叫做小红车 这辆车有名的 这辆车有名叫小红 还有人为他写了一篇文章 因为这辆车 曾经一次过载七个人 所以大家 所以那时候 我要毕业的时候 珊珊要来跟我一起住 就不可以 我们就搬出去 然后就要买 要买家私 要买家私 那么就是因为要买家私 在98年 从2月到4月这个时间 因为我是4月1号毕业 然后我就上班 2月到4月的这段时间里面 我就带珊珊要去买家私 因为我们要 我们搬离开那个student house 住了一间 那时候是跟人家租两个房间 来住的 所以就在买家私的当天 同一天的同一个晚上 的同一个时间 那么就和我大学的学姐 走进school night的 四级家私店 我还记到现在 那个名字叫四级家私店 同一间家私店 就这样遇到了一夜 那个是98年几月 2月3月 2月到4月中间的 我很清楚 因为珊珊是2月新年过后就回来 然后那时候珊珊回来 我们还没有租屋子 她睡在我的房间里面的 所以我印象很别的深刻 然后我又准备 final exam 他又来访问我一起住 所以就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我就 我是很信心的那一位 我还没有毕业之前 我就找到工作了 我就4月1号 那么遇到的预言 他就 交了一张名片给我 OK 然后他就问我 医院才来找我 医院来找我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讲 他就 开始是跟我讲 约我喝咖啡 OK 但是呢 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我们的预言是很 很冲的的嘛 对不对 所以他就影响我 其实呢 那时候我是 我很信任医院 因为 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学姐 我93年 进大学的 第二个星期了 他就带我去 新加坡录影 我这个学姐真的很特别的 我们 以前的新生啊 我们很怕 碰到 senior的 因为 senior会 我们的 会这样的 但是他不是的 他带我们 他说 OK 那些没有回家的 学弟学妹妹 我带你们去新加坡 圣陶山录影 然后呢 他是很有丧心的 一个学姐来的 他串利了我们 那时候 他也是有份串利了 我们 新生这个 公益大学的 这个佛学会的 love link 他其中一个发起人 然后呢 他每次就带我们去 老人院洗 帮老人院洗地啊 打死我啊 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 因为我们都是在佛学会 所以呢 他讲的东西 我相信他 OK 他跟我讲 爱他这么事业的时候 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相信他的 但是问题出在那里 其实那个时候 我是很 我六个月 我做工了六个月 过后 我突然发觉到 我的工作是 每一天在重复 因为工程师的工作 一般上都在重复 尤其我是做 process engineer process engineer 我们的生活是很固定的 八点打卡 九点就是morning prayer morning不是年轻啊 我们是跟production开会 然后呢 十二点吃饭 OK 四点喝下午茶 六点半 那个时候 我是每一天做OT的 我的OT的 最高记录 一个月 104个小时 OK 然后呢 这个真的是记录 这个 记录 为什么104个小时 因为我的HR跟我讲 你最多可以 claim到104个小时 我最做到刚刚好 一个小时 15块钱 所以那时候 我的薪水蛮高的 我的底薪是2500 2400 再加我的 我的这个OT可以 1500块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我一个月的收入 是4000块马币 现在的大学生 可能薪水都没有 我那个时候高 是 但是我那个日子不好过 因为我的晚餐 我的晚餐 就是在四奶的大街 吃果条摊 四奶的大街 炒这个福建面 新加坡福建面 那个就是我的晚餐 然后呢 又再回工厂去做工 所以呢 日复一日 这样我就问我自己 难道要年复一年 但是 我就想到 我一眼跟我讲着 这个机会 我又想改变 但是一般上的人 一想到改变 就想到什么 就想到痛苦 还没有想到 他想要得到的 他就先想到痛苦什么 就想到被拒绝的痛苦 身边的人拒绝你 父亲母亲 兄弟姐妹拒绝你 你的好朋友拒绝你 对不对 不要借你的电话 还没有开始 一想到都会怕 对不对 先演一套戏先 但是 那个时候呢 就两件事情 启发我 OK 第一件事情呢 其实 其实我12岁的时候呢 我就跟我爸爸 开始出去做工了 我爸爸是做水泥的 做泥水的 12岁我就跟我爸爸 出去做工了 然后呢 那时候我爸爸就 做一天给我10块钱 杉杉刚才没有讲到 他以前更辛苦的故事 他小小呢 他就去那个虾厂 去薄虾 薄那个虾客 是 你知道吗 杉杉薄一天 薄一天的虾客 一天赚5块钱罢了 但是杉杉整身 都是虾味 然后你去学校 你在学生巴士 他巴士也是味道 去学校也是有味道 OK 那时候给我看到 难道我的家庭 还是这样继续下去吗 这是第一个改变我的 OK 想到爸爸 第二呢 就是那时候 医院给我了一个卡带 那个卡带里面 讲了一句话 他说 我们如果要改变人生 我们要下决心 对不对 但是人下决心 有四种阶段 第一种阶段 就是你的决心 刻在石头上面 刻在石头 风吹雨打 都化不掉的 第二种的 想改变的决心 是写在沙滩上 海浪一来 无以无中 第三种呢 是写在水上面 在水里面写 我要成功啊 对不对 写的时候看得到啊 三秒钟看不到了 最可怜的是第四种 写在空气里面的 我要改变写在空气里面 那个叫做 看也看不到 是 真的 这个卡带 给我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启发 就是真的 要下决心 就要把决心 刻在石头上 所以呢 我告诉我自己 OK 刚才那张赛 给大家看多一次 我告诉我自己 人生的机会 有时候就是 那么的一次 真的 机会呢 最没有耐心的客人 OK 他可能就是来敲 我们家的门 他可能就敲了 那么一次而已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可能医院 敲我的门 就是这么一次 我不把握他 我就没有了 OK 所以呢 那时候呢 我想到 想到了 这个 也想到了我父亲 OK 想到我父亲 然后呢 我就敢敢去做 然后当我去做的时候呢 我就跟珊珊一样 OK 我们就很喜欢 把我们父亲带上来 这个就是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上网关 把我爸爸带上来 我永远记住那一幕 那个时候 这三位平板 三位平板 就红地毯 三位平板不是很长 OK 好 我走上台的 那个时候 我突然我爸爸不见了 我就想说 我爸爸去了哪里 大家知道吗 因为我爸爸 他小时候没有说过 他只读过三年书 那么他的一生都很 很劳碌 对不对 他真的是没有 没有真正的 有那种感受过 荣耀 所以呢 当我带他上台的那一刻 那一个红地毯 OK 他慢慢走 他一边走一边 因为身边都很多人 跟他拍张 Uncle Uncle这样拍张 跟他握手 恭喜你 恭喜你 好像是他拿奖 不是我拿奖 他很享受那一个过程 因为 因为我真的 我跟 如果线上有一些 读大学的 朋友们 你还记得我们大学 毕业的时候 我们在台上几秒钟 八秒 八秒而已 我们在台上八秒钟 那我们父母亲 有得上台吗 没有 我们父母亲是拿 拿换眼镜 他就看我们八秒 对 但是在这里 我爸爸很享受那个过程 OK 所以呢 我是因为我爸爸 我妈妈 因为我家人 OK 然后我告诉我自己 这个机会 人生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 是 所以 所以在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 让到秋华开始 就有下决心 想要好好去从事 可是这些过程 秋华 刚才杉杉有提到 就是你要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他那边是反对的 非常的 也去影响你爸爸 跟他讲说 也一起来反对 其实那一个时候 刚刚我们听了 姊姊的 从那个角度的看法 身为第五 想要改变家里的生活的 那个人 姐姐竟然反对 对 对 杉杉我还记得 我第一个月 我上经理的那一个月 OK 预言就来到我的家 做组织检讨 他把我们两个人赶去厨房 然后他在客厅追 新加坡第八波到大决击 我还记到现在 98年 明天是99年 OK 然后呢 然后到99年的新年 我还记得新年 预言跟我讲 年初三 年初三我还记得 预言跟我讲 就要带我出去 从那时候我还记得 我跟预言上到阿罗斯塔 OK 我回来的时候 我爸爸讲了一句话 他说早知道 你要这样做爱康 我就不用供你读大学 OK 但是对我来讲 那时候我看到 一门事业 OK 我知道他们反对 我是因为他们 看不到这个平台 他们没有看清 他们不了解 他们不了解 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要用最快的时间 做上来 所以那时候 我是以预言为榜样 所以预言是最年轻的 CCM 预言是最年轻的 MCCM 我就跟预言讲 我要追 所以我是25岁上CCM 27岁我就上到MCCM 不知上线的这个角度 对 所以其实我们身边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但是我们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这是很重要的 平台是很重要的 因为 选择 跟努力重要吗 重要 但是我们要选择对的平台 我们也要在对的平台去做努力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张照片里面看到 那个是98年 小红跟我 拍着一个pager的 OK 那么呢 因为我选择了一个对的平台 然后呢 努力对的方向 那我有这样的一个 这么大的改变 然后呢 甚至跟万万没想到的是 我跟我太太 珍妮 我们都有机会 站在Putra Stadium Putra Stadium 我还记得我是2008年的那一场 总共是2万人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20年的改变 那么不止我有上过一次 我自己在台上分享 珍妮 我看是在整个艾康里面 很少数很少数的领袖 夫妻可以分开 在台上去演讲过的 所以呢 珍妮也有这么一次机会 在Putra Stadium OK 那一场 她那一场好像是 也是5000到1万人 OK 所以呢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OK 我们在这个创业的路上的两位导师 OK 就是我大学的学姐 OK 在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 OK 你要去找你的什么学姐 你要找你的什么学弟 现在可以用Facebook 对不对 可以Search OK 可以问Google那边去找人 以前哪里有 没有逮过来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那个年代真的 我说我碰到预约 这个是分钟注定 OK 所以在这里真的很感谢我们President 我人生创业的导师 OK 我的恩师 OK Fion 还有金香夫妇 还有呢 我们永远的老大 还有美圣姐 OK 背后为我们付出了 二十多年的时间 OK 真的很感谢他们 创造了这个红颜体系 造就你我 成就他人 所以我非常的感恩他们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康华 你在 你那个时候已经这样成功了 然后 我看到你 就是 即使到今天都好 你其实都是还是很愿意 那个热情还是在的 一直 就是哪里跑你都 很开心 不会看到你累的样子 其实是什么推动力 让到你这样热情 其实这个我相信有很多了 第一个是为了家人 OK 我一开始Fion 因为 其实坦白讲 我们现在的小孩子 我们现在小孩子 他会讲什么 哎呦 这么爸爸妈妈 你们屋子买这样大街 我们要去住小小街 很多的现在小孩子 都是这样讲的 但是 因为小时候 小时候我们 我们家里 比较穷 比较普通 所以呢 我小时候 我就已经画好自己的 这个理想的家园 我小时候就画了帮座了的 因为我爸爸是做建筑的嘛 我们也 真的是 所以呢 我 我 这20年呢 这样拼的就是希望给孩子 更好的生活 那么当然是看到身边 可以看到我太太的改变 我认识我太太的时候 她的体重60公斤的 在她20岁的时候 她60公斤的 OK 她怀孕的时候 可以去到72公斤 但是因为在爱康 OK 又健康又体力的 20年 维持在52公斤 然后呢 也有刚才我姐姐讲的 OK 我跟我姐姐都是 地中海贫血症 的带淫 有没有 所以呢 我本身也是有带淫 是我幸亏增益 没有 但是 我姐姐 我姐夫 他们同样是带淫 对不对 那么呢 第一个孩子 我还记得 我姐姐进医院的那一天 2004年的那一 2002年的 12月24号的那一天的时候 OK 我跟我爸爸在 谈过活血 真一打电话来说 杉杉突然进医院了 今天马上要开刀 OK 所以呢 她第一个孩子没有了 但是 因为 我们的产品 让她现在 你可以看到照片里面 她的女儿 她的儿子都已经这样大了 一个是15岁 一个是14岁了 有没有 再来呢 就是 杉杉的同学 我们新加坡的 我们不只帮到马来西亚的 我们还帮到去新加坡 还记得刚才杉杉讲的吗 跟杉杉一起新加坡 从来就去新加坡 做工的就是心理的 心理的 对 心理呢 就是很难怀孕 因为她第一次的时候 是子宫外孕 她也是被切除了一个子宫 sorry 我不是子宫 被切除了一个卵巢 卵巢 我还跟你讲对 她做了三次的试管 做了三次试管 过了如果没有去做2万块的新币 都不能成功怀孕 但是因为爱康产品 大家可以看到她有三个孩子了 她的孩子最大的儿子已经去当兵了 对对对对 已经很大动力 你看到这种故事 你可以发觉到 其实背后有一股推动力 就是我们要帮助更多的人 甚至要告诉你 心理的第三胎 新加坡人哪里会生三胎的 一般上新加坡人一胎两胎 心理的第三胎 是因为 在德韦喝那个Bellas Pride喝太多了 意外来的你知道吗 如果知道她的故事 就只明白我在讲什么了 然后再来呢 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旅游 我很喜欢旅行 然后就碰到真的 再来看 我在看20年嘛 对不对 20年呢 我算过了的 这20年里面 我旅游了超过40个国家 去到最远的是北极 所以在这里 我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我们的伙伴 建民安妮 把我带到北极去 所以这个就是 推动力 让我去 让我再继续的去努力 所以我觉得说 秋华跟三三都好 其实一直以来都 很愿意 也一直 实实在在地去落实 我们Alcom Global的这个品牌承诺 造就你我 成就他人 我觉得这个是 秋华跟三三 这两姐弟 最享受的一件事情 可以这样讲 是 所以我觉得在创业的这个路上 你觉得你得到的 应该讲最享受 还是讲最多 得到最多的 你觉得会是什么 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 最重要是 我是一个事业性比较强的人 我事业性比较强的人 然后我也跟我自己讲过 我也不想让我的人生 平平凡凡的过一生 我还记得20年前的时候 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 你可以选择 平平凡凡的过你一生 你也可以选择 多姿多彩的过你一生 最重要 做了怎么样的一个选择 对不对 所以我还记得 当公司开始说 要把这个事业 带到去国际市场的时候 其实我最最开始 先做出去的那一年 就甚至还是在SARS之前的 2003年 OK 我已经想去香港了 后来遇到SARS 哇两年不敢出门 我就回来马来西亚 过来我 2007 08 我就去了 去印尼试试看 什么也不懂的 傻傻的去印尼 然后2011年 我又再去泰国 再四多一次 2013年 我去越南 然后2015年 我就去菲律宾 2017年 再回去泰国 所以真的 如果想出国外 应该讲新加坡 新加坡我们1999年 OK 大家如果是我这个年纪的话 应该还记得 6点45分 对不对 6点45分 OK 在餐厅那边 等着准备 踏油 重去新加坡 对 真的 对 因为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讲说有一个国际馆 OK 所以呢 让我就是这几年 尤其是在2017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 都活在泰国 所以呢 可以看到那张照片里面 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就是在泰国那时候 我种下来的这些种子 这些 Sick Sick 单丁 对 然后呢 真的 也因为之前那些努力 真的告诉大家 这三个月 这三个月 虽然我们在这边从MCO 到现在的 现在是什么 Conditional 的MCO CMCO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在泰国的 在国外的业绩 OK 没有下 反而上 OK 没有下 反而上 OK 所以呢 我是觉得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真的 尤其在 我们也走在走着 这个所谓的 转型的时候 OK 然后呢 也从 我们的意愿 也提到了 这个所谓的 载经济的时候 真的 OK 这个 是一个 给大家 的一个 全新的一个机会 全新的一个 一个事业 所以呢 希望在线上的朋友们呢 听了我分享的 差不多都等 25分钟的时间 从20年前 一分钟讲 一分钟要讲一年 一分钟讲一年的故事 OK 从国内聊到国外 再从国外聊回国内 所以最重要呢 是希望 借助我跟我姐姐的故事 借助我对家人 对爸爸 对妈妈 就好像现在我妈妈 就跟我住在一起 每一天这三个月 就是我陪我妈妈 最长的时间 是 陪她 看戏也有 陪她吃饭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时候是 我们赚到最值得的 所以希望把我们 心里的话 OK 对父母亲的这个 对父母亲的这个 我讲 这种感受 把它化为 你人生的一个动力 OK 再加上你自己 本身的一些事业 这个要求 对你人生的这个要求 希望在线上的朋友们呢 在2020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好不好 是 肯定的 是 谢谢秋华 谢谢秋华跟三赞 谢谢大家 谢谢王川 谢谢王川 谢谢志华 谢谢县上的所有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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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